保安的意思就是说排屋业主投诉了 你们吵到他了 那你们就不能在这里玩 你们就得走 已经是多次发生 只要小孩子在这里玩 哪怕是从这里路过 然后经过被那个排屋投诉 然后过来 保安过来驱赶 小区的户型都是不同的 一些住宅区会分别建有高层区和低层区 有的还会设置别墅区 相较来说 别墅区在绿化上确实更好一些 大家住在同一个小区里 那么公共设施就应该为全体业主共有 大家享有同等的使用权 与房屋的价值无关 杭州的某小区业主反应 他们的孩子在小区公共区域玩耍时 竟遭到小区保安的驱逐 原因是小孩的玩耍声音太大 影响了别墅区业主的休息 高层区业主把视频发到小区群里之后 迅速就在群里炸了锅 很多业主都在群里发表了自己的言论 都认为物业的做法有失功允 同住一个小区更不应该被歧视 他们有什么权利来驱赶 他们排屋区有什么权利来投诉 物业有什么权利来驱赶 对不对 不是你家的私人领地 对不对 我们调查员看到 这个小区共有八幢高层楼 住户大约有1000多户 而南面大片区域是连排别墅区 小区的大部分活动设施及区域 都在别墅区范围内 而这里还有一个比较空旷的花园 很适合孩子玩耍 孩子们也喜欢来这边玩 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 保安却禁止高层业主的孩子 进入这边玩耍 他们觉得这是把对成人的偏见 转移到了孩子身上 根据民法典中关于小区的相关规定 同一小区的公共场所 必须有全体业主所有 所以小区保安没有权利 进行驱赶等行为 对于高层的孩子来说 在家里不能锻炼 只能下楼去玩 小孩在休闲区域玩耍 奔跑嬉闹肯定是在正常不过的 他们认为别墅区业主的态度 就是有意把小区里的住户划分369等 通过物业的联系 一位排屋区业主也来到了现场 这位业主表示 他们排屋区业主住的都是 一楼或者二楼 而公共区域又正好在 他们窗户边上 平时的吵闹声确实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 他们的投诉不是不让 高层的孩子们在这里玩 而是因为孩子的声音太大了 他们有些不堪其扰 而保安驱赶的行为 也并不是他们排屋区业主的意思 前天我还跟保安说了 不要在这里贴球 果真第二天发现这个玻璃破掉 我也不一定说是小孩子贴破的 就是说了这个地方 通情杂理说 你们高层都是在有什么玩的地方 能够看出这位排屋区的业主 也是一个挺通情杂理的人 双方业主见面也都是抱着 解释误会 解决问题的态度来沟通的 对于排屋区业主的烦恼 高层区业主也表示可以理解 既然误会已经解开 他们也会好好的引导自家孩子 在公共场所也不能太过放肆地吵闹 那么物业对驱赶业主的行为 又是怎样解释的呢 物业方也表示 他们确实是进行的提醒 而不是驱赶 这中间可能有传达信息不到位的情况 所以造成了一些误解 后续他们物业方 会向所有住户做好解释工作 并表示公共区域 绝对是向所有业主开放的 而对于排屋区反映的吵闹问题 他们也会尽量想办法 尽最大程度解决 不知视频前的你对此事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